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的痛苦、失败、成功跟快乐 其实都是很类似的 但是有的人活得精彩 有的人活得开心 有的人却活得痛苦烦恼 那主要是因为心的态度 心有没有经过锻炼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要过得很开心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 你要不断有超越的心 不断地超越原来的自我 有一个小孩子发明了一种机器 可以拍西瓜或者拍凤梨 一拍就可以撤出水果的甜度 准确度百分之百 这个小孩怎么那么厉害 原来孩子出生在一个种凤梨的果农家庭 从小就看爸爸每天撤凤梨甜度 怎么撤? 用手指弹 如果有只肉的声音就是甜的 骨的声音是酸的 如果烹烹的响 这个凤梨是不能吃的 爸爸每天要弹三万个凤梨 弹到后来 中指比一般人长一节 小孩子每天在旁边看 心里很感慨 为什么没有一种机器可以代替爸爸的手指 于是他每天做研究 到高中的时候发明了这种机器 这样的新闻使我感动 这个小孩子从小就想要超越他的自我 在这个世界上 人就是动物的一种 有动物的习气 一开始 人追求的就是物质世俗的享受 这并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发现这些并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快乐 这时你就会进入第二个层次 进入文明跟文化的追求 我有一个朋友是非常有名的画家 有一天我去找他 走进他家的花园 看到里面有一只非常巨大的乌龟 有几百斤重 背上长满了星星 很漂亮 我问他乌龟是哪里来的 他说巴西带回来的 原来他去巴西开画展时 看到这只乌龟很漂亮 想要把他带回家 可是乌龟没法坐飞机 因为太巨大 只能坐船 这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他就坐了一个柜子 把乌龟装进去 然后用货柜装上轮船 他想 这一路上乌龟没吃没喝 也没有阳光 一定会死掉 转眼一想 死了就算了 因为我喜欢乌龟的壳 而不是他的肉 三个月以后 乌龟运到了 他到港口去接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乌龟的头 从柜子里伸出来 脸上还带着神秘的微笑 这里插句话 以后大家注意 凡是面带微笑的动物 都活得很老 乌龟 海豚 鲸鱼 大象 白鹤 脸上都带着微笑 凡是脸上很凶恶的 大概活的时间都不会很长 狮子 老虎 豹子 豺狼 表情都很难看 我问乌龟好不好养 他说 很好养 一天早上吃两根香蕉 晚上吃两根香蕉 就够了 那天忘了带相机 我就跟朋友说好 两个星期以后 来跟乌龟合影 两个星期后 我去找他 发现乌龟 在他的书桌上 只剩下一个壳 三个月 不吃不喝 还活着的乌龟 为什么两个多礼拜 就死掉了 原来 朋友要去高雄开画展 想到这一只乌龟 没有人养 就买了两串香蕉 把乌龟叫过来说 你每天早上吃两根 下午吃两根 知道吗 乌龟一直跟他点头 脸上还带着神秘的微笑 他确定乌龟已经听懂了 就去开画展 回来以后 乌龟死掉了 香蕉也不见了 找兽医来解剖 一剖开乌龟满肚子香蕉 原来让他两个星期吃掉的香蕉 他一天就全部吃光了 人如果不节制 也跟这只乌龟一样 欲望的满足是非常短暂的 而且是永远不能满足的 为了这么短暂的满足 而花太多的时间跟精力 实在不值得 这时人就会走进人生的第二个层次 就是文化的 文明的满足 比如说你有一套房子 你会挂几幅画 装一套音响 一台电视 陶冶你的身心 但文化跟文明得到满足之后 又会陷入一个问题 就是即使你有最好的文明 跟艺术修养 你也不能对抗人生真正的痛苦 人生真正的痛苦是什么 依佛教的说法有八种痛苦 爱别离 愿增慧 求不得 五音赤圣 生老病死 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痛苦 老化是一种痛苦 生病是一种痛苦 死亡是一种痛苦 相爱的人一定会别离 讨厌的人偏偏碰在一起 叫愿增慧 五音赤圣 就是虽然天下太平 没有什么事情 可是坐下来 烦恼就像火一样 燃烧着我们的心 所求不得 就是你签的号码 永远开不出来 你要求的都求不到 这些痛苦 这些痛苦 即使是具备最好的文化 跟艺术修养的人都不能克服 于是这样的人就会走向人生的第三个层次 就是灵性的层次 宗教的层次 精神的层次 孔子的一个学生 颜回住在很简陋的巷子里 孔子说 回也居陋巷 一淡食 一瓢饮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颜回每天吃一点点稀饭 喝一点点水 人们都觉得这样是很痛苦的事情 可是颜回却过得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他的内心是有一种宗教的 性灵的精神的满足 而这种满足是他可以超越物质的限制 这种超越的心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超越的心 他就不会有新的发展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立志要成为一个作家 在我当时居住的环境里 从来没有人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 我们家有很多小孩 爸爸怕认不出我们 每个礼拜都召集我们见面 然后他就会问 有一天问到我说 十二啊 你长大以后要干什么 我说 当作家 他问我 作家是干什么的 我说 作家就是坐下来 自写一写寄出去 人家钱就会寄来 父亲听了很不开心 当场给我一巴掌 傻孩子 这个世界上如果有那么好的事情 我自己就先去干了 怎么会轮得到你 那时候的大人都不相信 我会变成一个作家 可我的内心里面 一直希望可以不断地超越自己 不断地去追求 所以在我三十岁的时候 就在一家非常大的报社当总编辑 还在一个电视台主持节目 得辨台湾所有重要的文学奖 成功应该给我带来更大的快乐 跟更大的满足 但那时候 我每天还很烦恼 工作很辛苦 我很头痛 到底什么才是最后安顿的地方呢 有一天 写着 一个人到了三十岁 如果没有把全部的时间用来觉悟 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道路 那时候 我觉得自己一点都没有觉悟 所以就开始觉悟 放弃了一切 走进佛教的世界 在山里面闭关三年才下山 后来我研究印度哲学 才发现上当了 那个年代 印度人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九岁 所以三十岁已经是面临死亡了 可以觉悟了 什么叫觉悟 觉就是学习来看见 悟左边是心 右边是无 我的心叫做悟 所以觉悟就是学习来看见我的心 人生不断地往上追求 并不是说你追求一个特别的境界 而是向外追求那个更高的灵性 向内探索自己内在的思维 从探索你内在最深的部分 来跟这个灵性相应 这才是真正的好的追求 做一个人就好像一座金质塔一样 第一层是物质的 欲望的 第二层是文化的 文明的 第三层是精神的 灵性的 宗教的 当一个人具备了这三个层次以后 我们才可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人 这个就是超越的心 不断地去追求那个更高的灵性的境界 当你站在灵性的高境界 再看人生的挫折跟困顿 很简单就化解了 有一天 释迦牟尼佛给弟子讲课 他拿了一个箔 里面装满了水 把一个石头丢进这个箔里 水就满出来了 他说 生命里所碰到的烦恼跟困境 就像这个石头一样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水不满意出来 那就是换一个更大的容器 如果你造了一艘很大的船 不管多少石头 你都宰得动 还可以宰别人的石头 可以包容生命里所有负面的情境 这是欢喜心过生活的第一个方法 不断地保持超越的心 超越以后 你的心就打开了